美国的欧巴马健保计划从今年年初开始实行 尤其在公司团体健保的相关规定上头 也有了很多重大的改变 在今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导当中 华星保险的保险专家就要为观众朋友们 做进一步的解说 其实我们年纪越大通常保费会贵 那在公司保险这边其实也不例外 通常有两种状况下 如果今天您是在公司上班65岁以上的Senior 可以考虑到用Medicare 也就是联邦的Medicare保险 什么样的状况呢 首先如果本身公司只帮您负担一部分的保费 也就是说你必须也要负担自己的一部分 第二呢就是说本身您保的是PPO的计划 因为PPO计划其实造价比较昂贵 所以如果在这两样前提下 不妨可以考虑使用Medicare 那通常Part B的部分您要负担一部分的保费 因为是根据收入 Part C呢就是补足那个20%的不足 D的话是就是要的部分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了Part C跟D 再加上原来的红蓝卡的话 在PPO的部分 很多时候会比公司保险的PPO更加的便宜 网络其实您也不用担心 因为原来的PPO网络到了Medicare 其实也是一样会有很多的选择 所以端看您的目前保险是到底哪一类的计划 如果是HMO的Senior 其实保公司或是保Medicare 其实都可以 在公司如果帮您全额负担保费的情况下 其实您也可以留在公司里 如果是保PPO的Senior 不妨可以比较一下Medicare这边的福利 跟Medicare Supplement这边加起来 可能会比公司来的划算很多 当您使用的时候 其实像Copay 挂号费很多部分 其实是不用负担一毛费用的 所以不妨考虑一下 PPO可以考虑Medicare 看问题找答案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将在本周六晚间 为您播出由华新保险提供 关于团体健康保险计划 相关问题的单元报道 也请您尽情锁定了